大家好,我是卷卷,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款吃起来超级像轻乳烙的酸奶蛋糕 做这款蛋糕尽量用种质感非常浓稠的无糖酸奶 视频最后会分享具体做法 先把酸奶和玉米油混合,夹拌到完全乳化的状态 然后把低筋面粉,玉米淀粉过筛加入 划一次,夹拌到苗干粉 搅蛋黄,用团的手法夹拌到顺滑 接下来我们来打发蛋白 在打发到粗泡状后,分三次就要吸砂糖 打发到大腕沟的湿性发泡 取三分之一的蛋白,叫蛋黄糊中 用二八化法,放放均匀 打回剩余蛋白霜中,放放均匀 这一次我用的是做乳烙蛋糕的固滴图圆模具 记得里面有土黄油防粘,底部有点好油脂 面糊大到九分盲就可以了 松于是好的烤箱 在烤箱里注入两厘米左右的热水 用130度烘烤75分钟 出炉后晾凉到温热就可以脱模了 也可以通过提高温度来缩等烘烤时间 不过用低温慢烤和水浴法做出来蛋糕 组织湿润绵密入口即化 然后因为用的是自制的浓稠酸奶 口感非常绵容,酸酸甜甜的 很想清入了蛋糕 最后分享浓稠酸奶的做法 在500毫升牛奶中叫两大勺奶粉 再叫一克的酸奶粉,加半均匀 饭在42度的黄金中发酵7个小时 我用的是平时做甜品的炖锅 做出来酸奶质感非常好